台北宇宙公开赛 周日将打冠军战 不少球迷早早抢票 可惜小戴林扬等人都已出局 社群上也出现让票潮 有民众表示 前几天还看到很多人求票 但周五傍晚出现让票潮 觉得很难过 强调场上还有很多优秀选手 买了五天的票会看到嘴后 买不到的 有啊 其实我也是在上一周 让票区抢到票的 都差不多就是一样的价钱 因为毕竟不可能 真的不像延长会那样子 真的有球迷是靠别人 不看比赛原价买到让出的票 才能进场加油 观察下来只有小戴八强赛 进场人数明显增加 其余时间因为是平日人数稍减 但假日看球人数更多 重点选手被淘汰的影响不大 平日的话是真的会 可能比假日少一点 然后有星期五的话好像比较多 星期五变很多 星期五变很多 超多 黄区那边爆满 我们要特别想看谁 周天成 你喜欢他 对 因为他很强 没有想耶 因为本来就是想说来帮周天成加油的 每个人自己支持的球员跟 就是想要 对啊 那可能他们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 可能大家失望就不想去看这个比赛 四强赛开大 有刚在日本羽球公开赛摘营的周天成 还有七佑人 左手重炮林俊逸及李家豪 本届男单四强都是台湾自己人 不仅是赛时首剑 也提前确定包办颁奖台 男双成绩亮眼 四强席位台湾就占走三个 混双则是杨博轩胡林芳抢下金牌战门票 尽管社群上出现少数让票潮 但多数球迷还是力挺 支持选手就算还没有奥运光环加持 也期待他们成为明日之星 TVB新闻李国正午庭台北财报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